喜欢半夜偷偷浏览不良网站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 最近警方开始使用大数据来扫黄 端掉了很多违法场所 你浏览的网站数据也将在警方的检查下无处遁形 那么你知道大数据扫黄是什么吗 浏览不良网站到底会不会被抓呢 大数据主要是指社会上各种资讯的一种结合 可以说是一种技术也可以说是一种产业 它包含的资料量大到让主流软件工具都无法承载 就好比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在购物网站中搜寻一下想要买的物品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 系统就会一直给你推荐相关的物品 而大数据扫黄也很好理解 就是警方通过计算机软件 对一些异常的信息进行整合和分析 当发现某个人的信息有一定异常 于是警方便会深入进行调查 通过足够的信息资料确定了账号主人违规后 便会火速出动 从而将社皇团体一网打尽 几乎大数据扫黄具有一个十分成熟且完善的流程 首先第一步就是给人贴标签 当一个人经常深夜在酒吧 洗浴会所 高档酒店等有消费记录 或者说是半夜到凌晨十分 有多次的特殊金额转账 例如688 1288等 都会被警方贴上可疑的标签 这些人可就要注意了 因为你们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 网警的重点关注对象 你们的一些交易记录 消费记录 甚至可能聊天记录都将被检查 而一旦发现了你存在违法行为 警方就会进行第二步 也就是确定你的位置 利用监控 警方会实时关注你的位置 可能那些涉黄人员 还以为这种私下交易很安全 殊不知早已处于监视之下 当确定你真的从事违法活动时 警方就会及时收网 将涉黄团伙一锅端 而大数据扫黄 较之以往的线下扫黄活动 不仅极大缩减了警力 还提高了扫黄的效率 避免了之前收网时 出现漏网之鱼的情况 所以现在大数据扫黄 也被列为最主要的扫黄方式 大数据扫黄 可以随意查看身份信息 岂不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吗 使用大数据来扫黄的意义又在哪 民警在办案时查看个人身份信息时 是不构成侵犯隐私权的 而且民警在详细调查 私人信息之间 首先有一个前提 就是已经发现大数据异常 前不久 某著名影视明星吴某 就因为涉嫌嫖娼 被民警逮捕 在这其中立大功的正是大数据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有一家名叫 南京虎牙信息科技公司的企业 与腾讯有一项合作 最主要的业务就是与公安合作 利用搜集到的数据交予公安分析 从而找到那些涉谎人员 虎牙信息公司会将购物平台上 避孕用品的销售量数据搜集下来 因为按照一个人正常一年的购买量 大概为50个左右 所以对于一年购买700上千个的顾客 公司都将把数据整理好 交给公安部门 之后公安再通过通讯记录 交易记录以及开房记录等 更多的数据来对这些人进行筛选 而按照这个方法 帮助警方抓捕了至少数十起嫖娼 涉谎案子成功率极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黄赌督不仅经常被人放在一起提起 平日里也是关系密切 而为了将利益最大化 很多不法分子将黄赌督产业合并在一起 让很多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沾染了数项不法习惯 比如在2009年时 南京的南国派出所 在查获了沿河二村 一家洗头房的涉谎场所时 就在现场还发现了 有三名男子在房间内吸食毒品 还顺带缴获了一定数量的毒品 所以对我们来说 扫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用大数据扫黄的方式 也主要是为了营造一个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在大数据扫黄之下 平时用手机浏览一些不良的网站 会不会也发现呢 如果发现了 会构成犯罪吗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 民警是可以发现你的浏览记录的 当你在浏览这些非法的网站时 为了有个心理安慰 很多人都会选择将浏览记录删除 事实上 这只是一种自欺其人的做法而已 因为当你进入网站后 系统就会将你的浏览记录传输上去 警方在监测时就会看到 甚至包括你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 都在受着监控 所以在深夜进入不良网站 以及浏览成人网站信息的行为很危险 这在我国也属于是一种违法行为 但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行为 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清洁不算严重 一般情况来说 是不会抓你的 毕竟参与这种行为的人不在少数 真要抓的话 监狱可能都住不下 但如果你将不良情色视频 照片等进行传播 警方就不会坐视不管了 这已经涉嫌传播 淫秽物品罪 属于犯罪 将要受到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拘役的处罚 知道了浏览不良网站不会被抓 可能很多人都会松一口气 但是千万不要心怀侥幸 即使不会抓你 可经常有这种记录的人 必将引起警方的特别关照 可能你的交易信息浏览记录 都会被仔仔细细的筛查一遍 当然只要你行的端做得正 警方筛查一遍没问题后 就相而无事了 也不会把你的任何信息泄露出去 虽然你的一些隐私信息 会被警方知道 但是只要你杜绝浏览 不良网站 不参与任何违法行为 警方自然不会打你 私人信息的主意 屏幕前的你们 这是大数据扫黄吗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